大家好,我是一华 今天隔壁老王要来家里喝酒 特意点名要吃这个酒鬼鸡蒸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酒鬼鸡蒸的家常做法 出锅后进到Q糖,香纳开胃 要是学会了这个菜,家里的酒都不够喝了 今天在超市里花12块6毛钱买了一些鸡蒸 加入一勺面粉,再倒上一点白醋 一定要用左手给它抓匀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可以有效地把鸡蒸表面的灰尘和杂质都清理干净 加入一些白醋来清洗,也可以很好的去腥 抓好之后,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把鸡蒸再次地清洗干净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把它泡在水里浸泡几分钟 洗过一遍之后,再换上干净的清水 简单地多清洗几遍就可以了 洗干净的鸡蒸放在菜板上 把鸡蒸改一下刀 一个鸡蒸只要切一刀就可以了 快大一点吃起来的口感更好一些 切成饰瓶中这个样子就可以 全部切好之后把它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进行腌制 加入一些葱段 再放点姜丝 倒入一些黄酒去腥 加一小把花椒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然后再加一勺食盐 撒上一些胡椒粉 再次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把里面的调料抓化开 同时让每一块鸡蒸上面都能裹上一层调料 抓匀后放在碗中腌制半个小时 家里面正好有烧烤料 放入一些烧烤料 然后再加一勺辣椒面 一勺白芝麻 再加一些滋然 接着泼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锅中把油烧至五成热 下入筷子冒小泡就可以了 然后把腌制好的鸡蒸飘出来 倒进油锅 下锅后用漏勺轻轻地翻动 让其受热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要转小火慢慢地炸 火千万不要太大 如果火太大了 外面已经烧焦 而里面却没有熟 所以转小火慢慢地炸 让里面炸透 炸至鸡蒸的表面有一点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先用漏勺 将鸡蒸捞出来 放进漏盆中 然后再将油温升至九成热 再次把鸡蒸下锅复炸一遍 这样复炸之后 鸡蒸就会外酥里愣 同样下锅后要不停地翻动 让其受热均匀 同时要认真观察鸡蒸的颜色变化 炸至鸡蒸的表面微微焦黄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可以装入大碗中 再把刚才调好的香料倒进碗中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 酒鬼鸡蒸就做好了 再准备一个小碟子 装入碟子中 把里面的辣椒全部都浇在上面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蒸 浸到又Q糖 咬起来非常的脆爽 外酥里愣 咬一口 盲嘴流香 不管是下酒还是下饭 都特别的好吃 每次家里来客 经常会坐上这么一旁 好吃又不贵 经济又实惠 自己在家做 比外面买的又更加放心 如果您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 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